你这孩子 如意 曾遥不细碎的你 我一样 是爱着你 如意 你最近挺好的啊 挺好的 设计时间的课程快结束了 我打算自己做一些品牌的 那挺好的 我觉得你干这个肯定行 看好点 谢谢 听阿姨说 你把水厂的债都还上了 都还上了 乐天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 我那都是小面子 这一种想象 事业不错 那感情呢 跟那女孩出得怎么样了 不想说 不是那个 原不是他们那里八婆 没跟你说 说什么呀 不是那个女孩 腰正了条 没想到喜欢你的女孩 还真不少啊 行了 不管怎么样 好好对人家吧 每天有空 带来健健 正好帮你把把关 不过没别的意思啊 其实 她你认识 我认识 谁啊 思杰 我认识 你听说 痴心的你思想和我 我要她把我推你隐满 只是把我回复 那你们打算 什么时候结婚啊 这事儿 还没想到过呢 思杰挺好的 好好珍惜吧 咱俩现在说话好像挺难的 话都接不上了 那 那什么 我 不管怎么样 这次见到你 看到你挺好的 我很高兴 我也挺高兴的 把你放在我心中 这思杰和乐天的事啊 我当时是真想说来着 可是这话到嘴边吧 还真说不出来 没说就对了 你说如意要是知道这事 我觉得他肯定会怪我呢 不会的 要谁碰这种事也会像你这么做 老婆你没错 韩伯 你说如意现在心里还有没有乐天啊 我怎么知道呀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 你怎么就能觉得有啊 直觉呀 如意现在心里肯定惦记着乐天呢 那要真实样的话 那就麻烦了呀 说的是啊 你看如意是我的好朋友吧 我盼着他好 那思杰呢 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也盼着他好 天哪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说幸亏这次思杰去日本了 要不然 周乐天行啊 那有一个姚思杰了 另一个也还惦记着他 艳赋不浅呢 徐元波 你是不是特羡慕周乐天啊 不是啊 乐天有什么呀 我怎么会羡慕他呢 我告诉你啊 徐元波 你要是敢在外边惦记一个 我就让你住一辈子沙发 老婆我是那种人嘛 我让你坐好啊 不去了 我跟他们两口子天天见 怕尴尬呀 我怕什么尴尬呀 我怕他们两口子尴尬 要不 要不 我让你坐好啊 不去了 我跟他们两口子天天见 怕尴尬呀 我怕什么尴尬呀 我怕他们两口子尴尬 要不上去 是我怕 还是那么没心没肺的 再见 再见 妈 哎 陪如意出去吃饭了 嗯 老天啊 如意在北京还要待几天啊 两三天吧 那你要注意点了 你那心里要有点数 心里有数 就吃了个饭 老天啊 如意这一回来 妈在心里头翻江倒海的 我是心疼她 又不敢太心疼她 妈 其实 你不用说了 妈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已经对不住如意了 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了 凡事也得往前看 所以 你现在千万不能再对不起思绝了 知道吗 男子汉大丈夫 拿得起来放得下 知道了 妈 现在带牙场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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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